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意概念股为什么打到跌停板呢 同时在今天指数还在涨 大涨了超过百点 但大股东偷偷落跑了吗 交低抹油了吗 我们有证据等会来告诉你 好 我们刚开始来介绍这个阶段 参与讨论的来宾 邀请到资认分析师王兆丽 主持人好 各位投资人大家好 好 以及新交友来宾 包括万保投资总监蔡明璋 大家好 以及财经所助理教授谢晨燕 老公好 大家好 好 刚刚带您来关心的是 马云在套现 而且套现高达了人民币430亿 吓掉了我的板子 好 来 套立了430亿 罕见大局减持阿里 好 除了马云之外呢 我们来看 A股企业的大股东也在套现 套现总额高达3117亿 大陆国家队也在落跑 好 那我们来看看台湾 国安基金 五感退场 已经确定了 所以蔡总现在 高点其实散户还很疯狂 但是大股东 大户甚至国安基金 大陆的基金也都 偷偷开始在退场了 这一波大陆股市的主力 就是90后蚂蚁熊兵 让阿里巴巴 腾讯 拼多多 这些互联网的巨头的股价 平创历史新高 大家很到齐 这些创办人超级富豪 在干什么 买股票吗 卖 卖 卖 大吃一惊啊 是卖啊 所以现在绝对是股市相对的高档 也许不是最高 那蜂涌前进 前扑后进的这些散布 势必过一阵子将会高档套牢 好 先讲一下马云 马云已经够有钱了 但去年的11月26号 不是阿里巴巴回到了香港IPO吗 到今年的7月2号 它的持股比例啊 各位看 它本来是单一最大的个人股东啊 结果6%的持股降到4.8% 好 这是过去6%的持股 现在4.8% 但是就在股市涨涨涨 大家很疯狂的过程中 你没有注意到马云偷偷在卖了 所以它的股数呢 已经从原本的6%降到4.8% 你不要看这个卖了1.2% 那个1.2%很多 对不对啊 人民币430亿台币1800亿来 我很好奇马云这么有钱 再拿台币1800亿要干嘛 现在不是只有一个 再看另外一个创办人 来自台湾的蔡崇信 蔡崇信一共减持它2% 降到1.6% 套现120亿的人民币 难道再去买一支NBA的篮球队吗 不会吧 现在也不能打球疫情期间 好 那腾讯的创办人 马化腾今年累计 已经减持了60亿的港币 那腾讯的总裁刘赤品的话呢 减持了9亿的港币 拼多多 黄真 我们讲过他的这个传奇 致富的一个故事 他减持最多 减持了109亿人民币 而且我跟你讲 拼多多是2018年才上市 现在才两年 他就忙着来割韭菜 我们来看这就是拼多多的股价 在建高之后最近确实涨不太动 原来老板开始卖股票了 不只是超级富豪在卖 国家队也在卖 没有错 我们看整个A股 你说那是不是个案 那几家公司 因为股价比较高 不是A股 所有的A股的大股东 到7月10号 今年一共减持了3116亿 人民币比青年同期成长105% 这个概念就是大家都在买了 涉及了1525家的A股的上市公司 你看这么多的1000多家都在买 国家队也在卖 你看那个社保基金 有点像我们那个四大基金 社保基金已经要减持了67.5亿的人民币 国家半导体的大基金 也公告减持这些半导体的股票 所以高手就是这样 我们回来看上证 上证在今天还是涨的 包括台股在天也是涨的 上证在今天还大涨了1.77% 但国家队在卖 超级富豪在卖 高手是涨的时候卖 不是跌的时候卖 散户是跌的时候下的药子才开始断手断脚 所以我们回来看台股 我们比较担心的是 现在刚刚讲的包括超级富豪 包括国家队讲的都是对岸 但台股现在我们的国家队也要退场了 我们的国安基金说退场 而且是五感退场已经退掉 要怎么五感退场 当然涨的时候退才会五感 7月15号这个礼拜 国安基金的立会应该就是会退场 但是因为他投入了不到10亿 大家说五感 你10亿算什么 根本不当你一回事 问题他抛出了一个讯透 那我问大家其他的四大基金 劳动基金 我就拿劳动基金来讲 你知道劳动基金低计赔了多少 赔了4700多亿 把7年赚的全部都赔光 但是五六月不是股价起来了吗 他六月数字还没出来 到五月底还亏了2200亿的台币 所以你假如劳动基金 跟劳工的这个有关 那会不会现在7月 股票进一步上涨的时候 他开始实现获利 有贪的给他买掉 才可以落贷 亏损才不会那么多 甚至能不能变成油亏转移 才对所有广大的劳工有交代 所以这些国家级的基金 势必在未来应该也会像大陆一样 也会减持股票 好 为什么两岸有志一同 对待这个时候卖股票 甚至不仅仅只是两岸 包括美国现在很多的大户 也开始在卖股票 为什么呢 关键是这个礼拜是超级财报周 但是大家不看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包括银行 包括贝莱德 甚至我们的台积电 现在这个礼拜四招来法术会 所以这个礼拜有非常多的企业财报要公布 对 他们说会交出了2008年以来最惨的第二季财报 美国也一样 美国现在蚂蚁雄兵也是这些90后就是差不多30回 严格来说30岁的股民从来没有看过真正的股市崩盘 因为2008 2009那是十几年前的12年前 所以这些90后的投资人不相信股市会崩盘 那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就举一档的股票 户国银行 户国银行它的员工有26万人 这一次裁原料超过1万人 它是美国唯一拿到了Trimble A 三个A的这个评级的银行 那成立在1852年等于现在有百年多的历史 我们看一下K线 你看22块的时候前一波涨到33块 它强劲缓弹50% 哇 这90后的股民冲进去 但是看最近 要公布财报之前 静悄悄的又跌到了25块 等于在那个30几块的 抢高的人可能套牢 但是还有一个 你知道现在这个股票挂牌 会传统的 有一个号称全球第一个 同志网站的股票挂牌 燃城兄弟 挂牌的第一天 你知道股票是怎么标 它挂在美国的Next Day 第一天最多涨123% 收盘涨了46% 熔断又熔断又熔断 气太多了 第一天 但是现在过两天 有点回归比较平淡 那我们来说有一门生意 你想都想不到 这个号称LGBT L就是女性的同性恋 G 男性的同性恋 B 这个双性恋 T 跨性别者 你不要看 这叫号称彩虹经济 LGBT 对 就Service 就是蕾丝鞭 L嘛 G是Gate B是Between 所以LGBT 这叫什么 彩虹经济吗 对 你不要看 我像这一个 它以这个收入计算的全球LGBT 线上直播2014年 只有4790万美元的 现在2018是5.6亿美元 年复合成长力84% 估到2023年 甚至会高达24亿的美金 所以你说这家公司 很多人觉得说 这个不是传统的 但是灰传统的股票挂牌一标 代表当前的股市 可能是在高档了 好 所以第一个 因为这个礼拜要公布财报 恐怕不太乐观 第二个 腰骨当道 所以这些超级富豪 也会很谨慎 开始交低抹油 要卖股票了 所以我们要卖吗 我告诉你 现在这个蚂蚁兄兵 至少要泼三盆的冷水 才可以下来 冷水三斗 对 所以台北股市 现在还不是最高点 但是注意 高档你不是行 你不可能卖在最高 现在应该是相对的高档 好 我们来看K线 刚刚蔡总谈到 冷水三斗 这是不是今天是涨的 礼拜五是不是已经是第一斗了 因为我告诉你 今天虽然反弹 因为这个出现大震荡 没有在这个地方 亮缩了 亮缩 这个马蚁兄兵 虽然号称马蚁兄兵 但是散户搞不好没钱 有一天没钱的时候要注意 所以蔡总是认为这时候 应该要卖吗 我觉得相对高档 应该红高开始减码 调节或者换股操作 换到比较正常的好公司 正常的好公司 我来讲一个小故事 1268就30年前的时候 我告诉你 我们那个建商的老板 他同时是一家 上市电子公司的厂务董事 那时候他都很想卖股票 但是公司就要跟他讲说 你不要卖 因为你名字出来 股东都打电话会来抗议 他想出一个方法 我们规定 一天你只要卖10张以下 就卖9张 就不用申报 他每天9张 9张 9张 100块他买到最高 200块 你不要看 一天就100多万的现金 这样进来 最后股票崩盘 所以12682当时的高点 也是有很多的大股东 偷偷在买股票 现在来到12273 这一波的高点 是不是我们也应该逢高 获利了解 或者抱着基期比较低的 涨比较少的股票 对 所以今天盘面最强的股票 我觉得最正常最正规的 就是因为8月14号以前 要公布半年报 第二季的EPS比第一季高 你说这样的公司 会呈现一个什么特征 第二季单季的营收 会创下历史新高 所以他EPS会比较高 我现在举几个例子 比如4967的实权 这个是做记忆体模组 涨停 他就虎了这个条件 而且你看他的K线 他最近最好不要涨的 有什么涨到 好 深风 橡胶的深风 他第二季的单季营收 也是历史性高 这是传产 也涨停板 而且很早就涨停 改收收改 你看他最近也没什么涨 但是已经涨几天了 对的 有涨几天了 再过来 我们说过卡大车 巨大 巨大 巨大第二季的单季营收 也改写历史新高 今天的股价 这个非常强 所涨停来日K线 直接看日K线 他最近虽然有涨 但是那个弧度还好 还好 今天涨停板 所以凡是符合第二季 单季的营收 创历史新高的 但是最近比较还好 没有涨那么多的 还有很多股票 大家就可以去注意的 好 找极其低的股票 当然这个盘 会死还不死 最重要的关键是台积电 我们来看看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在这个礼拜 4要召开法术会 各界都在看 是不是有机会看到四字头 在台积电法术会之前 现在开始有外资 把台积电目标价 已经调高来到四字头了 所以四字头又重现江湖 这是第一个大家在观察的 台积电有机会再往上挺进吗 第二个法术会要观察的是 它的2奈米制成 是不是已经出现了大突破 这是第二个我们要观察的 第三个台积电华为 到底能不能出货 现在据说台积电一直在跟美国 申请说让我出货吧 因为单新引发骨牌效应 之前只是不能出货给华为 现在惨了 连高通也不敢跟他下单了 所以如果华为不能出货 高通也不敢下单 陆陆续续如果引发骨牌效应 会不会出现我们所担心的转单效应 我相信这个礼拜四 法人一定会问 对 那台积电动建观察 其实台积电目前来讲已经是台湾股市的 富国神山了 如果台积电垮了还是台积电下来 整个股市就跟着下来 所以现在全市场就盯着台积电看 有一些比较内行的人说 台积电的技术未来十年 打遍天下无敌手 而且最近听说2奈米的技术 已经找到了路径 也就是它切入到GAA的技术 GAA是三星目前在用的技术 那台积电它目前在它的5奈米 7奈米用的是 骑士场效的电晶体的技术 这个技术全世界独一无二 所以它切入到三星以后 那么很可见的在未来 三星可能在未来5年10年 看不到台积电的后车尾灯 那么台积电今年第二季 公布出来的营收非常的亮丽 那大家目前来看 以目前预估的今年的获利来讲 如果20倍的话 那么外资已经从台积电最高 原来最高价380块 调高到415块 也就是说第一次从三字头 跳到了四字头 那现在大家在问 如果台积电那天话说的话 那话人会问哪一些问题 那我们来看 包括你下半年真的很好啊 没那么好啊 你应该要老实话 因为我们现在台湾最老实话 就是大力光的那个档 它是老实事 其他有的都没说老实 现在法人会惊 第一个第二个 没准 再来自卫手机第三个 到底不好啊 自卫手机不好啊 跟台积电那边有关系 看你接担好啊 7nm有nm 你的资程的占比有没有 越来越提升 再来你其他的那些导入的 那个方向有没有增加 还有美中贸易的时候 华为的限令 你听说有跟美国申请 特许有没有 这应该是大家最关心的 到底他能不能继续供货华为 据说现在每一笔出货呢 都要跟美国申请 所以美国会不会让他出货呢 这个我们很担心 但更担心的是 不能出货华为 这些人近年都知道 这是利空嘛 而且利空已经反应完了 甚至有可能万一申请过了 反而利空出境 但我们更担心的是 现在想不到连高通都不下单给他 对 台积电的前五大的一个客户 听说有三大有在动摇 第一个就华为 我们不是可以控制了 可能是美国政府 第二个是高通 高通它可能舍台积电 直接救三星 因为三星用价格破坏 再来的话连NVIDIA 可能都会转到三星去 为什么 我先转一半 它会比较热 它是虽然其实没那么好 它虽然记得比较不好 但是它比较热嘛 所以万一NVIDIA跟高通 都转过去的话 对台积电影响就很大 好 那台积电的股价 真的有机会看到四肢头吗 我们先请仙哥帮我们来解一下 台积电的股价 在礼拜四之前 大家都非常期待 能够持续的在法术之前 向上提进 对 那台积电我们目前来看 其实在这边已经要整理了 今天又拉上去 再创历史的新高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往上是什么 完全是万里无云 已经找不到任何 从技术面来讲 已经都那里了 已经进入万太空 外太空了 所以台积电应该没有 太大的问题 我觉得最担心的是 台积电没有问题 其他的公司有问题 这才是我们前几天在讲的 是我最担心的 听说最近有一个网友 他在他的社交平台讲说 我在280块的时候 买了91张的台积电 这个网友好厉害 他说他三个月爽赚650万 而且还没有卖 他说我未来三年五年 我看到500 现在大家把他当作神在拜 能够买神山神基的人 就是神 这个在网路上很热 对 所以但是我们看到台积电的伙伴 他的监测 是不是每一次在糕点 都会有这些故事 有啊 是不是水果博 一定会有 你如果不这样的话 没有办法把那个羊骗进来 对不对 我们上个礼拜不是讲 那个羊要骗进来 人家烤肉啊 羊啊 对 所以水果博的故事 当时也出来了 对不对 是 然后很多神的故事 照理说也听过很多 对 很多啊 最近有什么神的故事 你像很多都买到合一啊 对不对 买到中天啊 那都爆了 还有那个IP的那个艾浦 其实很多啊 现在股票真的不是涨一倍两倍 是这一段有的涨20倍 不 关键有一些是真的 有一些是真的 我小孩子的一个同学 买了10张的合一 那时候买二十几块 现在已经赚四百多万了 对啊 10张而已 那是买乐透的概念吗 对对对 就是中乐透的概念 对 好 所以台积电呢 刚刚献哥说 目前看起来台积电 还没有太大的疑虑 对 他比较担心的是其他公司 对 那当然我们谈到台积电 最近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伙伴 叫做中华经测 那中华经测竟然是 在他填息的时候秒填息 有人说如果没有中华经测的话 台积电的那个 他的一个晶片的那个良率 没有办法提升 所以这家公司 他的股价非常的高 我们来看这个经测 他股价872块 其实他今年的第一季不是很好 但是因为他的技术 过门独奇 就像你说的 没有人到目前来讲 没有人有办法取代 所以这间公司 也是我们观察的指标 讲到这家公司 厉害的地方在哪里 它是一个晶圆的测试基板 里面有探针卡 那经典特斯基板我们来看 它的高度是6.2公分 里面要它50层的PCB板 50层6.2公分 要钻什么 钻很多千充百孔 要穿1000多个洞 那每一个洞的一个大小多少 你的头毛巾的两支 就是0.15厘米 两支就是20厘 我们来看 而且你穿过去以后 还要把里面清干净再电镀 这个中间有一些针卡在那边 就废掉了 有一些针断在那边就废掉了 你穿一个洞坏掉 你整片都坏掉 那原来我们台湾的半导体 像这些里面要清干净 那一根一根的 那其实在所有的晶圆 透过精测的一个测试板 里面的探针测试以后 那么才能够提高它的良率 那过去台积电 他们都是国外买 国外买的话 一来的话都两三个月 后来因为有中华精测以后 就不必跟国外买 而且价钱比国外便宜 效能是国外的八倍 国外一个小时可以测多少 八片 它一个小时可以测36片 那像这样 跟我们特期的台积电供应链 会持续往上涨吗 因为其实他们这一步的涨幅 比台积电还大 当然会持续往上涨 因为你台积电的天花板 一直往上拉高 本来是380现在已经拉到415 你想想看你这个往上拉的时候 其他的水涨船高 就是这个九百多块 没办法 你现在我说这都是好些人在买 为什么好些人会越好些 他都买龙头 他都买毛利率最高的公司 为什么申请人会越散 那些买不起了 都去买十几块 十几块 落到像五块要斩了 你刚才不是说烦烈他的一些供应商吗 对 因为他今年第一季第二季 像金色这样是OK的 目前来讲不是很OK 我觉得他会拉回来整理一下 但整理不会很深 因为他的技术 所以到底是OK还是不够OK 我就听不懂 你刚才说要烦烈 现在价格不OK 但是拉回来 应该如果在这个 那个五八七也没有 六百块附近的话 在六百七百这个地方是OK的 好 我们要来谈谈台积电部队 不仅只是台积电 台积电供应商 整个台积电供应链 那是一个非常大的部队 对 没错 我想在台积电的一个部分 来做观察 当然你可以看到 台积电其实最近很多的股票 真的都涨半天 那我们来看 真的 跟它沾到边了 都大气 都大气 真的都大气 不是 半导体的 除了台积电 你看大陆的部分 中芯国际 我担心是这个部队 还会那么整齐前进吗 你说这一天是台积电去 大家都去 那将来是不是会 开始会有一些分歧 我觉得一定会分歧 因为有的股票 比如说你的本益比 真的拉高了 拉太高 比如说你的股价 涨太多了 你已经涨了两倍三倍四倍 那EPS又出不来 因为我跟大家讲 8月15号之前 台湾也要公布半年报 所以假如说你一公布 我觉得都是这样子 就是说你假如公布的 半年报不是太好的话 你股价又涨太多 我跟大家报告 股价一定会领先拉回 不会公布半年报的时候 才拉回 我跟他讲 你看一下 比如说像生技股 中天跟合一的部分 我跟大家报告 其实最近开始拉回 你像合一 这不是只有跌一天 已经大概跌了两三天 跌停板了 那中天也开始在跌了 那之前 中天合一的上涨 当然 不管 不管是所谓的 药证等等这些 那最主要来讲的话 是因为那时候 合一涨上去之后 母一只贵的题材 母一只贵的部分 因为中天那时候 持有合一蛮多的 那合一涨上去之后 当然中天就跟着水涨船高 可是我要讲的就是说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要是我个人认为 你说中天还会不会涨 我个人认为 不太会涨 除非合一这个地方 不要跌停 再往上飙 不然你看 中天他的公司的 美股浸子 16.1 他那时候 我用上礼拜 我的收盘家来看的话 因为他持有合一 我把它换算成美股浸子 因为没卖不能换成EPS 我只能换算成 那中天持有合一的话 那贡献他的美股浸子 是多少钱 加起来95.1 那今天收盘价130 我问大家 小巧合一不再往上飙 中天的价值 我的意思说 他持有 用这个评价的概念来看 他只有95.1 现在130还会涨 所以还已经超涨了 对啊 除非合一 我的意思说 再一直飙那大 可是我觉得 因为半年报要公布了 这些生计股比较麻烦 因为没有EPS 信费的部分其实也是一样 也是母以子贵 也是母以子贵 因为他持有信国 那贡献来讲 大概加起来大概是66.7 那其实你看 今天的收盘价大概60 所以大概差不多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那除非信国 这个是涨过头了 可是重点是 这些公司 生计的公司 很长没在赚钱 这个涨过头 这个差不多 这个也差不多 那我们来看一下圆刚 圆刚好 你看一下 他母公司的禁止14.6 他持有原展 大家想说 他持有很多原展 结果我看了 我看了公司的财报之后 我发现 原来他持有原展的成本很高 账面的成本很高 所以原展展发了 就只贡献1.7 你看圆刚 他的整个持有原展的部分 其实加起来的话 每股禁止只增加1.7 你看16.3 只增加1.7 但股价却已经涨到36.5了 所以你说这种公司 我觉得相对就会比较麻烦 好 那我们来看 亚强的部分就不一样了 你看他的每股禁止 是公司的每股禁止 3.5 你看他持有亚强集成的部分 因为亚强集成在大陆 上海A股挂牌 是第一家 其实你要在大陆的上海A股挂牌 很难 他是全台湾第一家 其实今天亚强 亚强集成大陆的这一档公司 涨了4% 台湾只涨1% 可是亚强集成大陆的A股 涨了4%的一个水准 好 那把它换算 你知道贡献多少吗 他持有的成本非常低 所以你把亚强集成换算的话 他每股贡献40块 所以你假如33.5再加40 其实他现在的每股禁止 就高达73.5 那这个还有人知道 另外一个大家不知道的是什么 他持有农工工程 农工工程就以前的农民工程 农工处 就是所谓的农工处 然后之后民营化之后 跟亚强成立了农工工程的部分 假如我用中顶的市值的一半来算 大概他每股禁止可以增加45块 那亚强跟台积电有什么关系呢 好 等一下我来讲 因为你说他是他的台积电部队军 对 没错 那我们先看总禁止 假如这样加起来的话 其实他的总禁止 每股高达118.5 你说现在的 那股价才31.8 所以在刚刚蔡总也提到 憲哥也提到 就是说这个大盘大家会怕的时候 因为真的会怕 12220点谁不会怕 距离126820 那400多点 我讲真的大家都会怕 所以你一定要找具备价值性的 就是说他的镜子 假如说高达100块 出乎他的一个镜子 那现在股价只有30几块 那他只有打三折而已 我的意思说离他的 那相对上来讲 一定是比较OK的嘛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页的部分 我们来看 那他具备了什么东西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其实亚强的部分 为什么他也是台积电的供应链 你知道吗 因为第一个来讲的话 他的他之前 他办过台积电的南京厂 或者台积电现在的台南厂 就大陆的南京厂 他也有做台湾的不管台南厂等等 他有台积电 像他的设备商就对 对 没错 就是他的一个 比如说无城市 比如说积电同胞 这一些 其实我跟大家讲 台积电大家有可能知道 既然它是苹果的台湾的 工厂的其中一个药源 他也帮 不知道 对 大家不知道 这个大家不知道 大家上网查就知道 因为他们公司有公告 他也是苹果农盘厂的 所谓的一个制造商之一 亚乡 那他也是中芯国际 因为中芯国际最近也飙了 那长江储存也是相同的状况 好 那我跟他报告的 就是说他的在手订单的部分 上司法说会讲的 有462亿 那他就是超过两年的营收规模 就是说我现在在未来的这两年 其实他的 就是现在的订单就有462亿 那一年他大概就200亿 200亿的一个税 所以纵使都不接单 他还是可以生存两年 可是不可能不接单 他的单子还是一时进来 对 那另外的 刚刚所提到的 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我问一下 那亚翔是不是在整个台积电部队里头 相对股价比较弱 对 没错 你看 我讲这个 就他比较没有涨那么多 真的比较没涨那么多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5月份 对不对 5月份 其实最近的股票 5月跟6月 这两个真的涨翻了 我跟大家报告 真的涨翻了 可是你可以看到 我们拿一个均值来讲好了 这个大概是26块好了 26块涨到32块 其实26块涨6块有很多吗 涨大概两成而已 其实5到6月份 只有涨两成的股票 真的很少 几乎有的5到6月 不要说6月份 有的6月份就涨两倍了 所以就是说 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 其实是不错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刚刚所提到的是 它价值的部分 就美股价值的部分 好 那我们要看 除了价值之外 大家关心的就成长性 你要有成长性 那我讲一个 跟亚翔做的一样的 就无城市的 汉堂也是做无城市 对 汉堂也是做无城市 积电筒包的 那我们来看 它2013年的时候 因为它吃到大陆市场 它跟江西省的建工集团 它入股了19.8% 结果你看在这个地方入股 这是月线 结果股价涨了760% 为什么 因为它吃到了大陆的市场 7.6倍 对 就这样子 从2013年 我这个是从2013年 这样7.6倍 那它也当然有台湾 可能因为它吃到大陆市场 好 那我说 亚翔的部分会不会复制 我觉得有机会 为什么 因为亚翔刚刚所提到的 它的亚翔集成苏州厂 它挂牌的时候 它是4.94人民币 今天的收盘价 大概19块了 19块人民币 所以你知道 它也涨了两倍多的水准 那结果呢 因为温温只涨了两成 对 结果我们 不是 假如说 以这样拉长时间 其实亚翔挂 好 亚翔就在大陆A股挂牌的时候 说真的 它到现在 这个是亚翔 这个是亚翔 台湾的亚翔 现在这是台湾的亚翔 对 几乎都没涨到 可是挂牌的亚翔 A股的部分 已经涨两三倍了 所以如果从挂牌 到现在来看 它几乎没涨到 对 那这两个月涨了两成 对 对 没错 不管你是从挂牌来看 这两个月来看 这两个月来看 这两个股价相对落 对 你看几乎都没涨到 那不管你是跟台仪基电 其他的供应商来比 还是跟亚翔自己 在大陆挂牌的工资比 也是相对落后 对 那大陆挂牌那一家 它也是在大陆 主要就是半导体 面板 这些无城市 基电桶包 所以吃得到这一块 我觉得相对会不错 我们刚刚谈到 要寻找极其低的股票 要寻找过去没有 涨翻天的股票 面板这个族群就是 所以我们请陈彦 帮我们来看面板 因为面板最近开始涨价了 当然最近有开始动了 但是你要看最近 可能面板都没弄到 所以今天的新闻是 面板供不应求 我们在节目也领先 提醒观众朋友 面板要涨价了 也果然涨价了 也因为面板要涨价 再加上股价的机器比较低 所以相关个股都带量上涨 之前蔡总在节目里面 就有提醒大家 说即将要涨价 对 即将要涨价 那因为去年的时候其实 供需还有缺口是 供给比较多缺口 需求比较少 但今年突然出现V转 也就是说供给跟需求 出现一个3.2%的缺口 为什么 其实我们看画面上面 你就知道 最近几季因为疫情的关系 可能出货量稍微减少 可是大家会觉得说 那是不是需求没有 左边这个长条图的是出货量 你看出货量是减少 可是问题是Q3的面板 整个需求暴增 你看小米的采购量增加了121% 然后海信也增加65% TCL 42% 整个需求量是大幅度出来 这个V转形成一个叫什么 开始要供不应求 那当然这中间有个最重要的关键是 韩国自己不玩了 他说LCD我们不来走 他自己退出市场 那这个退出市场 没想到这个需求回来以后 他也没办法回来补足 那个供应的一个缺口 就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 好 所以我们再回来新闻来看 也因为韩国之前在LCD退出市场 所以当需求一上来之后 景气上来之后 他没有货 所以外传三星准备向LG采购 电视用的LCD 而且一满要买两兆韩环 就是因为 他现在已经退出市场了 但是市场现在 需求起来了 起来了 不准可惜 所以去跟同行买 去跟LG买 当然这过程当中 后面的这个史卓庸是谁 是京东方 当时京东方出现一个叫 价格杀手 他就是低价 低价 低价 打到你受不了 然后你最后自豪自己退出市场 你知道这个京东方厉害到什么程度 既然差 我们讲差一点 通过苹果的认证 供应OLED 那他为什么又切去做OLED 差一点的意思是 中究没有通过吗 中究没有通过 但是说实在还是厉害 因为他现在OLED的一个技术 已经上来了 未来通过的可能性还是很高 那为什么要做OLED 因为OLED的价格是LCD的五倍 很多倍 多很多 那为什么不做这个OLED呢 但是你知道过去这个京东方差一点要 应该是说差一点挂掉 在1988年的时候 连那个新进的毕业生到京东方任职 90%既然都离职 留下来的工程师他的薪水 既然比附近的这个酒店的清洁工还差 所以搞到京东方有一段时期在卖什么 在卖漱口水 甚至连当时的这个 就是这个王东升 他要跟员工 老板跟员工拜托 筹资我们要渡过这个难关 跟员工借钱渡过难关 但是我跟你讲说真的 有时候就是这样撑过去 到了1997年的时候 王东升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也是京东方一个非常重要的拐点 花三 当然因为京东方过去是 这个北京电子公司 那是国企 所以他就跟上面争取 3.8亿去拿下这个现代的 一金萤幕的业务 因为那时候现代的这个业务 这一块的业务已经快挂了 然后负债雷雷 他拿花三 当时没有人看好 就说怎么可能 你去拿这个干嘛 没关系啊 他拿下以后 他派了几百人的团队 到韩国去学技术 学啊学 真的就在北京弄了 这个五代线就出来了 五代线就被他弄出来了 而且很 所以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时间上的一个折磨 还是这样 在金融风暴的时候 整个线 2016年快进入金融风暴的时候 现代既然就面临破产 那这时候你觉得 他是不是会找金融风 金融风说没有 没有要救你 他就眼睁睁地看他破产 接下来你看 整个是不是就独大起来 金融风就大尾了 对吧 那我们回来看台湾 台湾在面板压对保吗 因为金融风后来 它是压保OLED OLED是谁教他 竟然是三星教他的 对 三星教他的 他是跟三星学OLED技术 他是压保OLED 那我们来看看台湾压什么 我们回来看 请陈彦带我们来看 其实这个面板的产业是很复杂的 对 台湾压的是不是Micro LED 台湾压的是Micro LED 当然现在Micro LED 我们先讲它的好处在哪里 第一个 它的这个功耗 只有OLED的一半而已 但是它的亮度是30倍 那你亮度亮有什么好处 比如说手表 小型的 我用这个Micro LED很棒 所以包括军事 军事使用 工业使用 因为它比较不耗电 然后又轻薄 然后它的市场成本又低 但是这个市场不够大会不会 这个讲起来很多的优点 但问题 市场也很大 市场也很大 我刚才讲 工业 军事都可以 问题就是中间有些技术 还没有办法突破 所以要量产还有困难 只有这个小问题而已 对 但是就是大问题 对 这是小问题还是大问题 其实也算是一个大问题 好 那我们来看股价 当然我们先来看要看股价之前 其实我们先很简单的了解一下 产业的结构 我们不是要去细讲这张图 我要告诉各位的是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有LCD 有偏光板 有玻璃机板 对不对 这里面就有股票可以去带 而且过去那些股票 LCD已经有一段时间 都没有人在注意了 你现在讲的是LCD 不是Macro LCD 先讲LCD 因为这个需求量上来了 所以现在的重点 大家会想需求量上来 那你知道这里面 譬如说玻璃机板 譬如说背光模组 我们先来看那个导电玻璃的安可 导电玻璃的安可 安可 好 对 好 你看今天股价 啪一个涨停板 然后我们看一下最近的K线 你就会发现 这两天才上来 为什么 就你过去这个产业 已经很久没有人关注它了 好不容易 大家开始关注它的时候 它这时候上来 但是当然基本上它已经开始转亏为盈了 那未来有没有机会持续发光发热 如果这个供需缺口不断的扩大的话 是有机会 还有刚才我们讲的背光模组的中光电 好 我们来看中光电 我们看中光电 好 那你看中光电的今天的表现也不错 对不对 可是这个股票 我们在节目上 好像很久都没有讨论过这种东西了 因为现在谁需要背光模组 LET自己会发光 可是LCD还是需要 所以这个供需缺口一出来 大家突然发现说 机会口票可以看 而且它还是赚钱的公司 所以为什么今天爆料 也就是因为这个讯息 所以高手很多 这个新闻一出来 大家就背光模组 所以为什么我刚才带各位看产业的结构 我们再回来再看 OLA的产业结构 OLA的产业结构的图 我们再看一次 再回来看 你就会发现 这里面就没有背光模组了 它就不需要 这个就不需要背光模组 对不对 所以以前我们都已经很久没讨论 因为后来大家都用OLA的 对 都用OLA 但是大的现在LCD需求还是上来了 但是小的OLA还是要 那OLA这个地方其实很重要的 就是这个驱动IC了 那我们看一下自新 这个之前蔡总有提过 我们来看一下自新 当然今天股价表现 前高 上冲 下洗 但是整体来看 我们看一下整个底的K线 的表现其实我觉得还算不错 那OLA的这个市场上来 对这个还是有帮助的 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支南帽 也是触控IC的 南帽 你看这个南帽 因为前面都还没有涨过 今天的表现就比较好 就比较好 那你看在这个地方 缺口上来补完以后 打到这个均线以后 又站上来 还有一支是奇邦 还有一支是奇邦 对 奇邦 今天的表现也不错 对 今天表现也不错 股价也稳定的上来 当然讲这么多 最后我们还是要看一下 友达 对不对 那在讲友达 其实这里面有个关键 就是我们刚才在讲 mini LED 大家会想说 Micro LED 对 Micro LED 还有mini LED 这两个技术很重要 但是你不是说还没有突破吗 对 但是台湾真的在攻这一块 苹果现在也跟友达合作 然后也成立 他们也跟友达调团队 甚至已经把这个面板几乎快做出来 然后也跟三星讲 未来他就是要做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是未来主流 对 未来的主流 所以或许有 为什么最近友达跟群创 股价能够在这个地方持续的上工 但是公司都还没赚钱 我觉得大家是不是也在压保 这个未来的技术 好 当然要谈盘面 一定要来谈谈防疫概念股 我们好好解谜一下 不是说现在全世界爆发三次疫情吗 防疫概念股为什么摔到跌停板呢 我们来看现在疫情有多严峻 在台湾我们没有感觉 但是其实包括美国 包括香港现在疫情持续爆发 川普现在甚至还公开戴口罩 这些都不戴口罩的 现在公开戴口罩 就代表美国疫情不妙 那为什么现在疫情又出现三次爆发 最主要是据说新冠病毒现在有突变种 而这个突变种在欧美横行 感染力强九倍 不得了 再来看香港 香港的疫情也出现了大爆发 据说现在香港的传播率是1传4 甚至比当时武汉封城前的传播率还强 所以除了美国之外 香港是另外一个让我们担心的地方 是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布的数字 到今天早上为止 全球确诊1300万人 而且光是死亡人数56万人 更重要的是 美国因为7月4号 不是刚国庆吗 他们国庆的时候要干什么 BBQ 放烟火 大家群聚 结果又出现史上最多的确诊率 佛州 佛洛伊达州 一天就1万5千多人 别忘了佛州是养老州 你在那个地方有那么高的确诊率 他们说他们的检测 达到该州的9分之1 而且这9分之1人里面 有19%的确诊 老人一多死亡率就高 所以为什么川普这一次史无前例 特别戴上口罩的原因就是 全美国现在都陷入疫情的反扑当中 不过川普的口罩蛮特别的 他的口罩右下角 上面右下角有一个他自己的logo 那是总统的那个灰迹 总统灰迹 其他人都没有 有没有 就只有他一个 这个是有必要的 因为万一他把口罩拿下来讲话 大家都放在桌上 到时候拿错 也不是这样 但为什么我们说他戴的口罩 差别很多 是因为他在昨天以前 永远都在嘲笑口罩 你知道他怎么笑拜登 打死不戴 他不只打死不戴 他还笑戴的人 他说Joe Biden 用了一个我看过史上最大的口罩 戴起来把他脸都快遮住了 可是这一次连他都开始戴 你看Joe Biden戴口罩跟他一样 那为什么 因为拜登一直觉得 反而我们不能像川普一样 那么疯狂 就是通通都不戴 所以他走到那里都戴口罩 然后川普只要有机会就笑他 有机会就笑他 就我现在川普自己也戴了 所以代表美国的疫情 真的非常严重 好 病毒变种 好 我们先这样讲 香港最新的研究是说 香港的Arnold 记不记得我们今年2月的时候 刚开始一直在谈Arnold Arnold 就是Ar0 到底是什么 就一个人可以传给多少个人 香港最新的数字 他说现在在香港这一支病毒株 是一传四 就今天阿官得 我们现场四个人其他都得 四个人再传出去再四个人 不要举我这意思 那阿官如果没得我得 我可以再传给四个人 不好意思 我也不喜欢这个例子 所以这个数字很惊人的地方 就表示这个病毒 因为大规模感染的关系 所以他不停地在变种 不停地在进化 这个版本 香港的版本 已经到Arnold 4 结果在欧美的版本 新的版本 它被命名为G614 那个感染力是9倍 是原先最早病毒株的9倍 所以这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的感染力 已经这么强 你戴口罩跟解封之后 到底还有没有用 那让人非常非常担心 所以最新消息是 大家本来很期待疫苗 赶快出炉 我们就可以面对疫情 不要那么害怕了 但在今天最新的坏消息是 就算明年有疫苗 也不见得能够百分之百 对付这个病毒 因为这个病毒不断地变异 所以我们请献哥带我们来看 那防疫概念股 照理说现在有三次疫情 连川普都戴口罩了 为什么开始打到跌停板 阿冠 今天 所有的防疫概念股 很多都打到跌停板 甚至 亚诺法 信郭 美德伊 中天也打到跌停 对 这些股票 在上个礼拜都是热夯夯的股票 都是正夯的股票 所以这样我们才会怕 为什么 叫做利多不涨 因为大家本来期待利多 期待川普戴口罩 结果川普戴口罩 反而这些都整个趟口罩 死了 你为什么 所以说大家要知道 我们现在是一万两千几点 这是三十年来最高的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在讲说 连那个狮子老五都一定要把羊拿来烤肉吃的时候 你不要当那只羊 过去我们也常常讲过 梦醒十分之后会怎样 花雕灵梦已远 只留芳华在人间 所以献哥的意思是 现在要走吗 要走 因为这是最后温存 你知道公堂壤跟母堂壤 在最后温存的时候 公堂壤眼睛一闭 母堂壤从他脖子一咬 就把他咬死了 放一概念股想到公堂壤和母堂壤 最后一夜 对啊 来 我们来看几党 我们不如来看亚诺华 来看美德伊 这两个跌停的 来 我们来看他的K线图 亚诺华他不是说他的测试剂 已经拿到了欧盟的一个认可了吗 为什么 六月公布出来 他的营收只有三千万 那你不是已经讲到 欧盟是台湾的80倍 当初是大家都这样讲 所有的分析师都跟你讲 这个测试剂只要拿到欧盟 到美国的特许之道 紧急之道就OK了 欧洲是台湾的80倍 你把德国 法国 英国那些 研究人员都看作傻瓜 都一定要买台湾的测试剂 不是这样子 我们再把它缩小一点 它今年从最低价 涨到现在163 从25块涨到这样 已经涨多久了 那些大股东 不要说买到亚诺法人 大股东已经中了好几次的 威力彩了 中了威力彩的大股东 直接都飙翻了 涨太多了 好 我们来看美德一 美德一他现在 这都古人都了解的 美德一来 我们来看K线图 现在是涨天板 刷到天板你看它最低... 你看它之前是这样 是一条线 一条线 涨一涨一涨 一涨一涨 还可以再缩小 它不是因为三户去 因为一户去 户去到25户多 户25户 他们这大股东 这是14人一次的机会而已 他不会就打他 把车撞到 好 既然你刚刚谈到 飙翻了涨太多的骨炮 要注意吗 对 他股东都已经中了好几只 威力彩蛋干嘛不怕 对 那艾普来看一下好不好 艾普也是很飙 很飙 因为它是新贵 它也是因为站到台积电的边 对 现在所有的 你要插到边远清表清 那个一表3000公里的都算清 所以来看看 来艾普这两个股票 上风下风 我们来看K线 今天又拉涨庭了 那之前打到跌厅 然后今天又拉涨庭 你洗来洗去这边要怎么办 我跟你说 这种就是走不去 走不完 你意思说大股东要不走 对 要不走完 你还要走吗 刺一遍 让你心肝会揉 因为你本来就 这样子有举手 当时要把它拿回来的时候 都看到涨庭门 甚至买下去 骗子后来买一遍 买一遍 买下去就对了 像刚刚那个防疫概念的故 他已经打到跌厅 我们知道要怕 是啊 跌厅 只用高票是 一次要涨庭 一次要跌厅 一次要又又有涨庭 这种我们真的要怕 当然这种大肌 要大肌 因为你觉得跌厅的时候 就太紅了 黑的时候变紅 买去就效果 买去就效果 我跟你说一次 两次 三次 一次一定真的 对啊 要去到现在都要看得到 所以说 直接要非常非常地注意